禁赛一剑联 禁赛苏伟 杜丰是再一次热上了大麻烦 姚明该出手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酒店局 酒店局咱们聊久一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一剑联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 我们言过正传 北京时间2020的1月24日 广东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 而这场比赛就是对战青岛的比赛 其实大家都知道 广东男自从被官方媒体批评了之后 接下来的比赛可以看出都是小心翼翼 恐怕是再次做出什么伤人的动作 而确实广东男是乖巧了很多 不过对战青岛的比赛 秋名却再次发现 广东男是三次对青岛男做出了犯规的动作 而其中两次是恶意犯规 一次是无意犯规 在第二节的时候 苏伟是替补登场 十分钟连续两次吃到技术犯规 而且苏伟是直接用腿 很明显把外援给故意绊倒了 而青岛男主教练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对面是杜丰 面对着台犯是摊开了双手 这不是故意伤人吗 结果苏伟两次围体犯规 是被直接驱逐出场 别忘了苏伟上一场也是被驱逐的 胯下侮辱了外援高登 而其次就是周鹏 在第三节还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广东男男进攻 而周鹏是带球突破上来 结果是一个转身的肘击 直接把轻倒男男的周鹏 是肘击到了脸上 而这次并不是门牙 周鹏是直接躺在了地上 并且倒地了很久才站了起来 而裁判更是无动于衷 而第三上脸的动作就是翼剑连了 翼剑连在防守外援的时候 是直接一个跨步 外援是踩到了翼剑连的脚上 结果导致直接垫脚 而青岛的外援更是痛苦地叫了出来 现场更是停了两分钟的比赛 翼剑连更是撑起了两条胳膊 死盯着外援看了起来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搀扶动作 这次广东男男对阵青岛男男 是再一次伤了三人 而到目前为止 广东男男的战绩已经是 辽宁男男伤伤三人 浙江广沙伤三人 福建男男伤两人 青岛男男是再伤三人 而接下来就是对战上海男男了 建议王哲林也是提前挂好医院的专家号 李春江更是做好了战斗准备 而目前姚明也是没给广东男任何的处罚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欢迎认评论区下留言 感谢观看